我很喜歡看校園劇 例如四葉草是校園劇 花樣也是校園劇 拉落陷城也是校園劇 彌補到我們所有人的青春 因為你在香港讀書 同學不會令你有什麼幻想 籃球隊隊長不一定是帥 他的水運會 那些人全部都是骨慘慘的 我現在很像那些婦女 怎麼辦 我們想你和一個年輕的戀愛短劇 YouTube Creator 互相了解和挑戰一下 戀愛短劇? 中二病那些 No offense 我現在準備上去拜後 我的師傅 還是我的前輩 聽說他只有13歲 為表誠意 我帶了小朋友喜歡吃的波板糖 希望可以偷到C 在他那裡 還有把他的訂閱 好 我們現在上去 你好 你好 你拜後來的 請吃吧 謝謝 你要吃嗎 吃啊 我叫子晴 13歲 拍了YouTube 八個月左右 我的頻道主要拍 櫻花校園 哥哥們早上好 是一個日本的高中生活模擬的遊戲 裡面可以拍故事 真的很自由 它是甚麼做3D的 還是遊戲 這是甚麼 很多 三十幾萬 二十幾萬 小蘭 你在哪裡啊 啊 我操 通常就是 說一些情侶 跟著男生都會去 認識其他女生 呀 你們三個想怎樣 跟著那個女主角 就會去 跟其他男生去串通 然後就一起去打敗男主角 這樣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很代價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流行說這些話 之前 我把她拿到班裙裡 那些女生就覺得 挺好看 男生 我疼我說 你拍的是甚麼 這樣 你怎樣認她 不關你事 這個品種 其實我在YouTube 都沒有看過 所以可能她比較尺 叔叔阿姨也太苦了吧 我最近那條片 有五百多K人看過 五百多K? 嗯 那條片是說甚麼故事的 叫做 十八歲的頭髮會變成顏色 如果你的頭髮是棕色的話 你就是一個普通人 就是 一個人到十八歲 頭髮就會變成不同顏色 不同的顏色 就代表不同的身份 這樣 紅色頭髮就會變成神經病 然後突然死去 我的哥哥超重我那個 是我本人都很想有超多個 都和我一起玩 我的大哥是學校的校長 二哥是副校長 就是被人欺負 那哥哥就會挺身而出 你媽媽有看過你的影片嗎 有 是她給零給我拍的 食男校草那篇她都有給的 吃我一錢 哇 沒有那麼多第三者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 有第三者出現的 才會更多人看 是 那我想問呢 你的頻道呢 有多少人訂閱 一萬四千九八 上兩個星期 還是月頭呢 然後終於破一萬 你可不可以 在你的影片裡 另一個故事呢 宣傳我的頻道 然後叫他們訂閱我嗎 呃 不可以 我一開始拍 我都是 隨便說到一條片上去 這條就是第一條 如果衣服是綠色 你會變成仙子 一百九十九K 幾個星期看 無緣無故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多了觀看 和訂閱者 來自最多的是台灣 多數都是小朋友 然後是馬來西亞 我想問 可以配一個廣東話版本嗎 呦 還蠻有自信的嗎 有時候有些破音 然後有些咬字不清 最佳是廣東話 大部分人都看不明白 原來只是這樣 害我誤會了 你多少歲 十三 十三就可以 可以把過程劇的嗎 嗯 但是你本人是沒經歷的 沒有 那你有沒有嚮往過有這些經歷 沒有 我也好想要一場甜甜的戀愛 假設是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人 他可以超級無敵天馬 行空寫道的人 會飛都可以 我喜歡看電視劇 都是大過這些內容 然後用遊戲拍一次 哦 你的靈感內源是電視劇 比零感內 你介不介意問一下你 你的戀愛經驗有多少 我介意 我都說不想說 大概 7 6 7 我不太記得 首先風雨 要弄漂亮一點 關於校園裡面 女子遇到意外 有人欺負她 然後另一個男生 就挺身而出 保護她 招提就盡量打長 以及吸引一點 最好時間長一點 收益她多一點 最多 4,968 我最有啊 都沒有看過我唱 我好像都不差 很漂亮 這些片子都長 我好壞姐 芝晴你有沒有想問姐姐的 我想學你的就是 你出那麼少片都有那麼多訂閱者 你現在拍了多少條 我現在 你這麼多箭 拍我 我現在拍了九條片 我拍了七十幾 知道我厲害了 我想可不可以駕駛她的車 撒撒撒撒撒撒撒 我現場 好像看那些大陸被撞車的片 我撞飛了三四十米 題目就是 拼而心動的一刻 為什麼拼而心動的一刻 我現在在看她的書桌 打算參考她的靈感 我看到這本 從竹迷藏開始 公主傳奇 你們有看這個做靈感的 這套書有關穿越的 偵探和愛情都有 好 那我也參考一下 這真的不是小王做的東西 怎麼可以跟別人拖手 那她做的東西 就是要做很久 其實你玩下去是 它是一個很up-up的遊戲 畫面不是很完善 其實我想要三個關係 但我覺得太複雜 我做不到那麼複雜 我又要改變我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Shot不夠 我好像仿佛是一個 自編自導自演的人 我要想起劇情 要剪片 在剪之前已經分了鏡 然後要配音 紫情 很厲害 你還是繼續做這些 這些人版沒了 我們大家各自為社會 是不同的綱目出來 是 你說什麼 我和你先一對 我求你不要走 我求你不要走 我走 我走 你想走嗎 加多了細節 本來我是不會拍兩個人的視覺 那我今次加多了一些特效 加多了一些鏡頭的位置 令到對手的影片看起來 沒有我那麼高質 這個就是我的困難 我播了 我可以播了嗎 不要 不要去都不要了 我可以 我來的手上那個 是我 我的創作理念 就是比較自由奔放 我的意識比較有隨性 很棒 我的意識是 你賴蝦毛想吃天鵝嗎 我就是天鵝 我就是天鵝 什麼啊 不是想聊天啊 這個女生 你覺得呢 你啊 那男人是天鵝 同時因為 我覺得她穿天鵝衣服很漂亮 她就變成天鵝 我覺得你是難得解鎖的衣服 其一 衛生故事間有些 深套衛生動物 我這個故事在說天鵝 對人家是妻子的動物 因為有些事 男天鵝誤會了 他們是 另一個男人有了 腿 然後就開始 激烈地打鬥起來 除了這個是愛情故事 也是一個動作片 簡稱是 愛情動作片 我現在就來公佈結果 嘉欣那條片 觀看數有1144 指程那條片的觀看數是 3034 指程就是指程成春 好好好 七八有零 七八有零 我覺得我開始是 汗輕了這個製作 因為我經常覺得 平時拿幾個鏡頭就搞定 然後我就發覺 為什麼她的東西好像很Smooth 我覺得很興奮一個 十三歲的妹妹 是會有這個 贏了是開心的 雖然那個流量 還是未到我想像中 但是我也是 很欣賞你 有個勇氣用廣東話去配音 雖然我看這條片 是沒有心動的 感覺到 笑 笑到 笑到我真的想死 我最激動的感覺 如果沒有了櫻花校園 我生活應該很 寒悶 好像普通人 只是讀書 然後又不會得到讚賞 這樣很平凡的生活 Youtube方面 留言都說 很好看 很高質 然後 希望快點更新 而生活 老師就說 就是被你氣死 這樣也不懂 很大一個對比 我比較印象 就是我年代的小朋友 就是我自己 我當年的自己 還有現在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都是可能會透過一些遊戲 換一個創作 要接受這個社會 或者文化上 應該說只是文化上 有多元化的聖任團隊 大家互相尊敬 才可以做一個 新的創作出來 如果我成績好 我想做獸醫 如果成績不好 我想做 都是關於剪片 製作動畫 之類的 那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說 做剪片的成績 還可以嗎 未到做獸醫 我現在就是做這些 不是 因為成績很有條件 當然可以讀 人工更高一點的創作 你現在說 人工又低 成績又無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